議長,我們市長,我們局處首長各位好 我想韓市長20天已經像20個月 真的是比較辛苦 因為一個新的市長來革雄 要很多東西要了解 我也相信韓市長是一個夢想家 剛好我也之前也覺得要做夢 我寫過一篇文章給那時候林全院長 說公務員也想要有夢想 所以現在韓市長要怎麼樣把夢想 逐夢踏實去落在高雄這個地方 讓這個地方長出養分 就是在座的這些局處首長的任務 那同時我們有很多的基層公務員 也需要市長給他們足夠的能量 讓他們去做他們可以做的事情 從政府內部開始做改革 這個社會高雄才有希望 所以我在這邊也請韓市長 我認同你心力的這個方向 但是在大的一些方向上面 心力我認同 但是大方向上面 我可能要來請教一下 就是關於這個之前 韓市長有喊出這個中資要來投資房地產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 韓市長知道說現在中資在投資 台灣的房地產有哪些限制嗎 好沒關係我這邊直接講好了 就是說呢有一個543條款 貸款比例不可超過成價較50% 每年居留不可超過四個月 三年內不得移轉產權 那如果說這個中國來這邊自產了 它每年的居留時間不能超過十個月 我們就可以想見這個房子未來就會變成一個空屋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高雄空屋的狀況 這五年一來我們高雄的空屋數量一直在暴增 從57000跳到63000 如果我們可以預期中資進來炒房 這個空屋還會往上飆升 那這個空屋變多房價拉高 我們可以想見因為中國它不是要來住的 它就是要來炒房的 預期這個房價會拉高 那拉高之後呢 其實得利的不是老百姓 倒楣的是老百姓 我們這個前三天 有一個高雄的已經買好房子 原本談好了 結果呢 因為韓市長當選了 結果房地產也上升 馬上在隔天給他多了60萬 他非常的不爽 就去砸了這個房仲業的玻璃 然後呢 也是在上個月月底 我們在巨蛋商圈那邊的一個咖啡店 原本是三年前 這三年平均18萬的租金要把它房東要把它拉到30萬 所以我說這個中資炒房帶來房價的抬升 對於我們老百姓來講 購物壓力 第二個對於我們的做生意的商家來講 他的電租成本提高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老百姓在哪裡有收益 特別是我們三明區這邊喔 從2017到2018我們是整個高雄市裡面漲幅最大的 我們的電租漲了16%是高雄原市區裡面最高的 所以我三明區的議員我當然要為這些老百姓出來講話 我們絕對不能夠再放中資進來炒房 導致我們這些已經很難過的人 又越難過喔 那我們最好的例子就是香港這邊的房價 在1997年回歸之後 他的整個香港的房市漲了400% 現在已經每瓶194萬才買得到 我們知道很多香港人住在像廁所一樣大的空間裡面 那我想我們高雄人不想要住這樣的空間 這個請韓市長幫我們想一下 所以我現在本來有做一個那個春聯想要送給韓市長 但我想我希望是不要貼 中資炒房 電租高漲 建商發大財 青年回不來 我希望這個春聯不要用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事情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在市長在競選的期間 跟我們的陳其邁的參選人曾經做過辯論 那個時候市長就有講說 這個慶富案很多鄉親心裡面都解不開 為什麼海洋局長上班的時候 跑到人家公司去協調土地 慶富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當時候韓市長也有要求陳其邁參選人 要成立一個調查銷 我想這個事情是有的 那我現在就要請教市長 沒關係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請市長等一下回答 是不是慶富這個案子 要成立專案調查小組 第二件事情就是這個慶富裡面的高雄銀行 他被慶富這個集團欠了12億 那我去調了高雄銀行的整個 他們的官方新聞稿 從2017年底之後 就沒有再揭露慶富相關的常債計畫 這些12億到底追回來多少錢 我們市民的血漢錢很多都是存在高雄銀行 已經2018過去了 我想他們去年的財報應該也做出來了 高雄銀行應該要跟我們市民講 這些錢到底虧空了多少 多少變成呆帳 我也請韓市長督促我們的高雄銀行 盡快的向我們市民提出說明 然後我也希望這個調查小組的組成 就像市長講的一樣 我們沒有黨派色彩 我們就是查到底 不管裡面有藍有綠 或是有其他的關係人等 我知道高雄地檢署裡面有一筆內帳 那我想韓市長有必要對這筆內帳 去好好的進行了解 到底什麼人牽涉其中 我們就是追查到底 給市民一個交代 那再來我也希望說 未來我們的公共建設 是能夠導入公民參與的 我們在高雄青軌這個有爭議性的公共建設上面 韓市長在上任之前 就是說要聽民意跟專家意見後決定 那前幾天就有說 我們青軌已經決定要暫緩興建 那我這邊也想要請教一下韓市長 做出這個暫緩興建的這個決議 後面到底有多少的民意基礎 我們有沒有民意調查的資料 因為據我手邊的資料 支持輕軌的民眾 是大於反對輕軌的民眾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會做出這個停建的決議 那如果停建之後 我們變更路線 再復建的這個 再重新規劃 然後再復建這個工程 我們要經過什麼樣的程序 什麼樣的人可以做出這樣的決定 後面的評估標準又是什麼 人民有沒有辦法參與在裡面做決定 這個是我們很關心的 因為一條軌道蓋下去 不是現在的決定 而是牽涉到未來20年 可能是我們的子子孫孫 包含我們可能韓濱他生女兒了 也有需要在這個搭乘大眾運輸 他都用得到 所以說我們現在決定的事情 是影響到後來20、30年子孫的使用 這個事情我們應該要讓人民來參與 那最後就是 如果我們重大工程建設 這麼複雜的一個工程底下 我們沒有辦法讓公民參與 那我覺得至少 我們要讓這個局處 提出一些能夠真的 實際讓公民從一開始規劃階段 就進去參與的一些建設 比方說什麼 像公園 我們現在很多公園的標案 一標就600萬、800萬 但是這些周邊的住戶 他可能等到這個公園呢 已經要落成了 他才知道原來我家旁邊的公園 公園被改建了 但是他過程當中 完全沒有辦法參與在裡面 然後他就覺得這個東西 為什麼過去我們有盪秋千 現在沒有了 過去我們有沙坑 現在沒有了 我想很多年輕的父母都不理解 為什麼公園現在 這些的遊戲器材 都是一模一樣 長得都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這些規劃的過程當中 我們市民到底有沒有辦法參與 年輕的家長 大樓的住戶 我們周邊的長輩 都需要參與這個公園的規劃 所以我這邊能不能請韓市長給我們一個承諾 未來高雄的公園的改建案 我們一定要導入公民參與的這個程序 在規劃之前 就讓這些市民 這些周圍的住戶能夠參與討論 等一下是不是能夠請 韓市長跟我們講這個 那最後我覺得最寶貴的就是 我們的年輕的下一代 我們現在少子化很嚴重 要讓年輕父母感生 我們要有一些誘因 那包含降低一些生育的負擔 提供一些比較好玩的公園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 永續的經濟發展 所謂的永續經濟發展 我們不會是把這個經濟 像過去一樣 去依賴一個單一的經濟體系 韓市長你在整個施政報告上 我也有看 有提到我們就是海洋產業這一塊 要走海洋的路徑出去 我相當的贊成 包含開放大型的郵輪進來 還有就是我們高雄港區 能不能有足夠的船舶席位 讓這些小型中型大型的遊艇 能夠靠岸 這些遊艇靠岸帶來是一條產業鏈 它進來維修 它進來裝我們高雄這邊 在地零組件生產的一些 船上附掛的設備 它進來我們高雄消費 要知道這些遊艇業者 這些遊艇的船東 都是相當micro-micro的這些有錢人 他們進來高雄 絕對可以把錢帶進來 那我們希望就是走一條海洋的道路 我們不是再回去依靠一個大陸的經濟體系 而是海洋的這條路徑要走出去 另外也請譚市長尊重多元的聲音 就像黃傑議員剛才說的 我們有很多的弱勢族群 一些性別跟我們傾向不一樣的人 我們要予以尊重 謝謝 市長答案 謝謝林議員 你提了一個很棒的點子 讓我剛剛覺得很有道理 就是以後公園在這個地區要建 應該要公民參與 我覺得這個聲音聽完 不能讓居民好像很多事情被蒙在鼓裡 都沒有聽到 我覺得這個點子非常好 我們一定會照辦 希望我們相關公務單位跟民政單位要配合 所有在自己處邊有一些公共部門的建設 多溝通一點 對政府來說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請公務跟民政單位要能夠照辦 這一點沒問題 至於基層公務員的士氣 謝謝林議員的指教 我們會特別重視 其實我們覺得物質之外 精神的力量也是很重要 當中高低層各種層次的公務員 都覺得市政府在欣欣向榮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那種滿足感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會特別注意 會特別特別的注意 那欣利謝謝你的認同 我們市政府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欣利 但是承受你最後結論的 除了發大財之外 我們到底在追求什麼 這只是我們的目標 不是我們的價值 我們的價值是高雄是 真的下一代比我們這一代更棒更好 高雄是文化底蘊越來越厚 高雄是城市的希望一片燦爛 這是我們要高雄的價值 賺錢只是我們的手段 重點我們現在沒有錢 所以我的想法不會跟你不一樣 特別跟林議員報告 我們想法都是一樣 我們還有更高層次的追求 至於中資房地產 一樣 跟剛剛黃遠一樣 很多事情我們這裡也都莫名其妙 這是一個財經媒體的採訪 我的意思是說 當高雄未來萬商雲集 未來高雄探集做生意人越來越多 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逐步可以開始 一些股票上市公司來到我們的高雄 避開政治的敏感 這時候越來越多了 是不是會考慮 當高雄人民可以開始接受的時候 我們可以開始逾予逐步的放寬 事實上政府也本來就有 所謂我們這些 入資來取得不動產 可是將來我們可能會面臨到有一天 尤其是兩位這麼年輕 當高雄越來越多人來的時候 未來可能就會到入資購買不動產 我們是不是先可以請股票上市公司 先來高雄 大家都可以看到都在台北 都在台北 為什麼不來我們高雄 我們系列不夠 所有這些航空公司 銀行 都在台北 一些外資跟入資 為什麼不來我們高雄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要讓我們高雄市民逐步了解 這個怎麼會剎那之間說 我一定要開放入資來買房呢 因為這個差距太大 我借這個機會跟林議員報告 也順便澄清一下 這個是一步一步 有一天我們高雄人有錢了 信心增加了 外商來這裡也有信心了 認為這個城市很有善賺錢 很愉快的時候 一定會面臨到那個需求 這邊我跟林議員也報告一下 欺負案 好多人都在質疑 打一個問號 如果議會這邊 可以成立專業小組 我們市政府全力配合 另外為責成呢 我們政風單位 跟我們財政局 還有高雄銀行 我們也應該很負責任的 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跟議會跟社會大眾 希望我們楊秘書長 你知道做一個召集人 把這幾個單位 還有高雄銀行一併納進來 到底慶福案 來龍去脈清清楚楚 一定要再一次的 跟我們市民朋友 還有議會做一次調研 調查研究之後 跟大家說清楚 有問題的 該送法辦就送法辦 那議會這邊有需要 我們全部公開 我們不會有任何遮遮掩掩 一定給大家做最誠懇的報告 那公民參與這一塊 完全認同 那未來這邊 我想最少辦三到五場 跟輕軌二旗 所經過的這邊的居民 我們最少辦三到五場公盯會 形成一個大家意見的表述之後 我們也向議會報告 這樣子可能我們可以得到 一個客觀上的一個數據 那也是一個負責任政府 應該有的表現 非常感謝林議員 市長 警府安 林議員 議長要支持你 一定要辦 辦到底 這是所有全高雄市民的希望 希望說 我們用議員提案 我們定期台會 比較要求市政府 全案報告 我們成立全案調查稍作 市長絕對要給八成一個交代 不可以這樣 好理好道 這樣就過了 我們市政府照辦 休息十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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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